和谐和谐 张寒军跟张庆鹏学下东西也直 有道理 给人均威缩无球的掩护并没有能够打成 那么这样呢 元帅持球在湖顶只能是 状态太好了 今天山西队啊 再来看看这球最后一秒钟 这个球其实也是球员没有什么经验啊 这是他自己的优势项目啊 但是三分没能投中 张俊好的摆头分球 这球给到元帅外线三分 呜呦 再重 18比7 他投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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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投篮了 好扯 但是这时候下手了还是 山君给了湖顶 老宝观察一下交元帅 元帅来一个很难的后仰跳投 这怎么了 是的 整体是四发一中啊 手感非常不好 而且他今天对位对上老大之后也是没有找到感觉啊 拆开 给元帅外线的三分球机会 盖老宝拉出来之后这个挡拆的面积还是非常大 这边淘化林去的高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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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锦中我明显信心就不一样了 啊 在这一截已经拿8分了 田桂森的转移球给到元帅外线的三分球环击啊 元帅这边的三分手感也来 元帅这边的三分手感也来 说什么了 说什么就来什么啊 拿到篮板球 二打一 张涵君分元帅 这个球没犯规 哦 吹了 底线裁判吹了 没听到哨音 加盟山西队的这个赛季 张涵君出场了13次 场均16.9分钟 只有5.3分 但是今天的表现这是20加的表现 哦 闪电一般的快攻 回过头来又只杀2分 今天会有绝杀吗 来了 哦 元帅 元帅 哇 中国的神射手 咱们中国也有神射手 新一届中国男篮20人大名单 封线上 元帅的名字赫然在列 漂亮 来了 1分03秒 山西队 谁来终结 看看王辉之道是怎么布置的 刘冠岑 给到元帅 超远距离的三分球 命中 元帅 这下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了吧 这才是CBA库里啊 真不讲道理啊 张手就来 张手就有 三分球 八中六 四十三秒 哇 刚刚元帅的这个三分 太给力了 CBA真香啊 回看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好